大家都是在快活 是立生喜樂、定生喜樂的增改中 這一首饒康家的民視民主 就說到這 我們為什麼應用到這裡呢? 因為講到立生喜樂 得到禪寞修行、得到靖座的那個靖蓋的時候 得落的靖蓋就是這樣 天公月庫常來往,三十六公都市村 真正的安落不落就是這個去脈 並不是在鼻子裡頭的出入之趣 所以人家講 起就脈聽 複習得去 不複也不習寧正 脈聽嘛 慢慢的要升一步 心臟一切等等賣著 血液的流行慢慢 非常溫和非常緩慢 只不會血壓高又不會血壓低 很真狠的 那 那就是三十六公都市村 然後你的身體內部五長六腑都換過來 這樣 出產 要打到這個正概 這叫 理生喜樂 理 要出理之感 喜樂 是心理的狀況 路 是身體的狀況 這個 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麼只顧到了初產的正概 甚至要達到二產正概 在佛法的宣教 密宗四三八定 不參考 說定是共法 你不參考中國道家 正統的道家啊 正統的道家 我知道那個生命啊 旁門走道 亂七八糟 都說有道家太多了 那 正統的道家 這個 真正在阿羅波羅就好了 自己生命功能器具充滿了 那 經過的身體 會變換 但是 真正得定 與身體的變換 那 這個 這個 要 九年 到十二年的專售 才能做到 九年到十二年的專售 真的 你拿了些給我 這個 這個 就可以 所以 你們 大家都 將 修行要 專售 專售 找一個地方 萬事 不管 專門 修持 你以為 閉關 一百天 閉關 三年 五年 就做到了 不可能啊 以道家來講啊 你看道家的話 我們算算 這樣 一百天 裡頭 打雞頭 百日 走雞 一百天 走雞 一百天 只有三個多月 十月 懷胎 等於男女 生一個孩子 養 十個月 懷胎 三年 出入 九年 面弊 然後呢 就收得成公司 省協 不夠 省協 有 分五等 鬼協 鬼協 省協 分五等 鬼協 地協 鬼協 任協 任中協 鬼協在下面 鬼 鬼協 鬼協 地協 人協 地協 天協 大樓 正協 從五個改制 修道 沒有成功 修復 沒有成功 但是新函人 專誼 出來以後 不是普通的鬼 叫鬼協 進入 鬼道 所以 實際上有些人 有特異功能的啊 或者聽到什麼 有些人啊 為捕仙子啊 都靠另外一個力量的影響 那都是鬼魂鬼協 給他那個充電 附在他的腦子上 他那個腦神針 如果叫做醫師來檢查一下 他那個腦神針裡頭 是不是多了一條線路啊 少了一條線路啊 只有這個體系 特異功能 所有特異功能的 腦神針這個 賣到的線路 一定 在某一頁上 有些問題 不過 檢查很難就是 就是鬼協 任中主協 是活躁的人 健康 不老 不一定是不死 啊 所謂整個標準的 身成是夜 身體成的成素 也是在空中飄移 啊 身成入夜 夜睡無夢 啊 夜睡無夢 心去奔馬 直接怎麼跑步走路 給馬那個樣塊成林 啊 而且呢 可以 啊 這個 避古了 可以避古了 就不吃人家煙火了 不吃人家煙火 這個人 不過是神中主協而已 不吃人家煙火了 在正一步呢 地鞋都不同了 冷年中山提到 地鞋 壹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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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Крас 它 bom 它的墨開 是它的陣開 是很高的 地鞋 到天鞋 就不同了 那當然不要買飛機票了 到太空去也不要买票咯,一阵风就过了,风也没有,一阵风就过了,就是天脸正开,到了大陆正脸就是佛的正开,就是道家的斜风五类。 刚才讲十月白日主居,你想一个人收到,不管你收到证件,我们算算看,专收多少年,叫道家说话,十月怀胎加白日主居一年吧,一年多一点,是不是?我不会算账的,十月怀胎到白日一年吧, 然后,除外怀胎,这个借用的名字,冷冽将借用复将的名字,冷冽将复说一句话,将养生态,得了道的正开,局势的定中,在成长,培养, 然后,自己被人,一个凡人被人圣任正开,叫做将养圣怀。到家后来,借用复将这一句话,叫十月怀胎。这要十个月,都在定中。 白日主居十月,那么这只要一年多,就是讲专收,真做到,没有做到,你必管三年,十年也没有用啊,真做到了,得定正开,十月怀胎。 然后,等这个婴儿给他讲大,生出来,三年妇孺,还有胃,把自己的定力,功夫,修养,整大三年。 然后,增大了,变成比方,像一个人生出来,孩子变成婴儿了,然后在那里走年面壁,修养,墓主,走年都在定中。 这样说,变成超越世界的圣任正开,就叫做圣洁,就是佛的正开。 我们算算这样,多少年啊?十三年啊。我们生一个孩子,六岁起跟他读书,读到大学,比年也要十三年。 大学比年出来,抓个我们中国的抓法,大概六百块钱一个月,或者还抓不到,三十百块钱一个月。 那么,把十三年收到,收中省些了,到太空去不要买票,那不是很花得来吗?这个将也算。 所以,怪不得你们会算将,赶快就出家了。 出家来,收个十三年就成功了。 不过你们都会到太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啊。 我拉着你的衣服脚跟上去啊,做得到吗? 可道家这个话,完全讲专收,一个人付报够了,智慧够了。 外院放下,当然儿女专收都摆脱了一个人,她专收十三年。 那麽服,成人不成人呢?成人。 成人,服的论也就像十种街里头。 那麽服给到了,成人是什麽呢? 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文化特别的地方。 成人一个人的生命,自己可以有主张,是他永恒的存在。 这个吉他人出文化里头,不敢这样说得起。 所以我叫他生命的口秀。 你查遍了全世界的文化里头,敢说人的生命,自己有办法把它永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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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